所谓的去中心化是去掉了负责任的人, 而洗币恰恰相反, 去中心化的技术是保证你货币的安全和隐私, 而且有绝对的负责人叫中心化。 这和共产党的币和赵长鹏的币和现在一系列的数字货币本质上不同。 更重要的,洗币有一个独特的气质和所有人不一样的, 就是它所有的存在, 不管任何人,洗联储的人都给灭掉了, 他也没有人拿走他的币。 他的黄金储备和客户之间的信息绝对安全, 没有人敢说这句话, 而且我们让穷人有钱, 不是让富人更有钱。 那么当我们从昨天到今天看到的时候, 所有的基金, 美国的股市已经跌到20%、 有的已经达到40%了, 就在你不知不觉中, 度过了你人生中最最黑暗的, 经济、疫苗、病毒、灾难的2021、2022的过渡的冬天, 你即将迎来春天和夏天的时候, 这个世界上想面临的更大的挑战, 就是疫苗灾难。 疫苗灾难让你货币是否安全, 是否被达沃斯这些黑暗的势力所控制, 你只有一个选择, 流通、可信赖、可依托的货币。 目前我看到只有洗币, 就像我所说的, 任何币,包括美国世界上最大的UBS, 今天我已经起诉他了, 大家看到报道了, 七哥成为了UBS达沃斯党的特梦, 数字货币,洗币,结束达沃斯党的这些恶魔的和奴役全世界人民, 剥削全世界人民的一个最好的平台。 那么这些基金在跌到二十、四十之后, 世界金融大洗牌, 没有任何悬念。